嗨 大家好 我是Nancy 今天的影片呢 我要來跟大家分享我手邊15支我自己很愛很愛的口紅們 那大家應該知道就是過去這兩年其實在彩妝的流行趨勢上都是主要以唇妝為主 所以呢 各個廠牌都是每一季都會推出可能不同質地 然後不同顏色 然後不同光澤感的唇膏系列產品 我就是挑選了15支我自己愛用 然後平常真的很常看到我用的唇膏們來跟大家分享 就是今天每一個顏色我都會試擦在嘴唇上 讓大家看一下它的顏色 首先呢 我近期非常非常愛的是Loreal最新推出的鏡面唇膏 那我自己呢 其實還蠻喜歡他們這個包裝的 因為我覺得比起它其他的系列 這個系列的包裝真的就是有質感非常多 雖然網路上有很多人說它長得很像腳踏車後面的火箭筒 但是呢 撇開這個不說 我很愛的這個906的顏色 它是一個非常漂亮的裸色 它就是裸到最極致 但是又不會讓你看起來生病的感覺 所以這是我非常推薦給大家的 第二個我很愛的也是Loreal開架的這個精油純粹 那它當初上市的時候就是號稱是開架的YSL純粹 那的確他們用起來的質地是非常的類似 然後妝感也非常的類似 只是它的顯色度沒有像YSL這麼好 但是它的滋潤度等等的都是不相上下 那我自己很喜歡這個純粹是我會把它就是基本上當作是護唇膏來使用 然後它真的非常的滋潤 精油被吸收之後會留下淡淡的一點點顏色 第三個我很愛的是Giorgio Armani最新推出的斷光水唇膏 這個全系列真的太美太美太美了 如果只能選一個顏色我就會推薦這個100 因為它也是一個非常美的裸色 然後它的這個裸色又比前面Loreal的再更乾燥玫瑰一點 就是它再帶多一點點的粉色 所以呢 擦起來的氣色非常好 它跟我自己天生的唇色非常非常的接近 就會很像你沒擦唇膏但是又讓你的嘴唇看起來非常的美 同時也是非常的滋潤 下一個跟大家分享的是蘭蔻的絕對完美光蜜純粹 那這個系列也是他們前一陣子上市的 它的質地其實是比較像是唇蜜的感覺 愛383這個顏色是因為它裡面的亮片 還有它裡面的這個有一點點炫光的顏色 擦上嘴唇後會讓你的嘴唇看起來變得很立體 然後會有嘟嘟的這種感覺 喜歡把它疊擦在其他的唇膏 嘴唇看起來就是更豐盈的感覺 那蘭蔻的絕對完美唇膏 手上這個包裝真的太美了 這是他們的聖誕限量款 但是呢 我這個顏色264它不是限量色 它是就是長賣的一個顏色 我沒有看韓劇 但是我知道264它是韓劇鬼怪裡面 女主角很愛用的一個顏色 顏色也是比較偏向就是乾燥玫瑰色 然後它是再帶多一點點的粉藕色 擦起來的顏色是非常有氣質的感覺 然後一樣是會讓你的唇色看起來非常的美 然後也是一個不管你是什麼樣子的妝容 都很適合搭配的顏色 我有多愛Dior的潤唇膏 應該是眾所皆知的事情 它的全系列每一個顏色我都有 而且很多個顏色我已經用了好幾支好幾支去了 那他們最新推出的顏色呢 其中我自己很愛的是007這個顏色 那它的顏色是比較偏桃紅一點點 這度比其它的原本的那幾個顏色還來的高一些 我喜歡它來做一個打底的動作 SE Lauder的絲物唇膏220這個顏色 是之前許若瑄跟他們推出的聯名三個顏色之一 那我很喜歡這個顏色是它的肉眼看起來不像是一個非常好駕馭的顏色 它是比較偏橘一點點的珊瑚色 但是呢它擦在嘴巴上會讓你整個膚色亮起來 而且它雖然是霧面可是它不會讓你的嘴唇變得很乾 所以這個是也是我就是很難得找到這麼喜歡的霧面唇膏 我要說到紅色唇膏 Chanel的唇膏一定是經典中的經典 Chanel的絲絨唇膏2號 那這個紅色包裝也是聖誕的限量款 要偏櫻桃紅一點點 它是比較性感比較冷豔一點點的紅 但是呢我覺得它就是一擦上去會讓你變得非常非常的有氣勢 然後它也是一樣它是霧面的唇膏 但是它剛擦上去的時候會感覺比較亮面 你要等它稍微吸收一下它就會變成霧面 Chanel的完色戀愛唇膏330這個顏色呢 也是帶一點點珊瑚色的粉色 那我一般不太會用很粉的顏色 就是因為我的膚色其實是稍微比較偏健康一點 如果用很粉的顏色很容易讓膚色看起來髒髒的 但是帶一點點珊瑚色的顏色呢 就會很適合我的肌膚的基調 那這個330的顏色我覺得它就是一個擦起來會讓你覺得很年輕有活力 地也是屬於非常滋潤的 YSL的蜜唇露是它們全新上市的一個商品 它的唇彩都有一個很香有一點像水蜜桃的味道 它頭部分都是一個小嘴唇的形狀非常非常的可愛 那這一次的蜜唇露啊妝感有點像是唇釉的感覺 但是呢它也是一樣擦上去之後會稍微被嘴唇吸收 然後會留下薄薄一層的薄膜在嘴唇上 它的顯色度很好滋潤度也很好 然後持久度也蠻好的 Jojo Armani的絲絨純粹質地真的是沒有別家做得出來 它的唇粹非常的特別就是它擦上去之後 會在你嘴唇上留下很像絲絨般的一層唇彩 然後呢它的顯色度超高 所以它又不會讓你的嘴唇的唇紋出現 它就是一個經典中的經典 408它是一個帶一點點橘的紅色 算是一個比較年輕一點比較偏正紅的橘紅色 Meg的唇彩有非常非常多的系列 那我自己很愛的是這個霧唇餅 霧面的唇彩來說我覺得它們的霧面片來說都真的太乾了 這一支霧唇餅就沒有這個問題 就是它一樣是一個霧面的妝容 但是呢它又不會讓你的唇紋出現得很明顯 我喜歡的顏色叫做Just My Type 那它是一個桃紅色可以很有個性也可以很甜美 就是它算是一個蠻多變的一個唇彩 接下來兩個顏色都是Dior的七光唇釉 這個唇釉就是它結合了唇釉的顯色度 還有唇膏的滑順度 它的顯色度又非常夠持妝力也非常夠 那我很愛的兩個顏色 一個是677 算是乾燥玫瑰色中比較偏玫瑰一點的顏色 非常的優雅然後很知性的感覺 那另外一個我很喜歡的顏色就是924 它就是一個非常非常大膽的暗黑色系的唇膏 如果我想要今天很帥氣穿一身皮衣或是穿全身黑 再擦上一個這樣子的口紅 就是會讓你在Party中更凸顯出你整個人的個性 924這個顏色是一般其他品牌很少出到這麼深的顏色 最後一個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潤唇膏 Biotum的潤唇膏是我去年發現的好物 這一個潤唇膏就是它有它的滋潤度 然後擦起來又會讓你的嘴唇有一種嘟嘟翹翹的感覺 所以我非常喜歡它 而且它不會像有一些護唇膏擦完之後 會在你嘴唇上留下一層很不舒服的一層膜的感覺 讓你的嘴唇變得很滋潤 然後你後續擦任何的顏色都可以更凸顯出來 這樣就跟大家分享2017年我最愛的Top 15 我最愛的唇膏們 一個是我自己比較常用也比較愛用的顏色給大家參考 那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別忘了給我一個讚 然後也記得一定要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喔 掰掰